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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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部分是从网上跟地坑 网络社群上大家推荐的项目 一起买来给予的便利商店 但是它们继续改变 然后地坑每个地方都不同 没法跟网上说的完全一样 还是尽量找到类似的东西 然后有一点可惜的是 目前好像便利商店 我去的那边都是茶叶蛋或是地瓜都没有 所以我 최대한 대만 분들이 자주 먹는 아침做法으로 한번 들고 왔습니다 好 那我来吃吃看台湾的便利商店早餐组合 第一个组合就是 这个三角饭团跟一个台湾的传统饮料 我看到Google跟Dcard上 很多人推荐有家肉松的饭团 然后像这种豆浆啊或者是一人酱之类的 所以我选了这个肉松饭团跟这个一人酱 因为韩国没有肉松这种东西 所以从早上吃肉松美食 这个很特别 可以有油的部分我们都一人酱 都如果你 profit さ gibi不错 这个是 вок流也还会很一样 Woo 因为... notes其实很长吗? 你尽量每个对签订阅都不需要 sabes 海白和芝麻 这空"! printed,你就感算是海底的 不алось还嫩带 也有一种甜甜的味道 好吧 말 嗯 一般不舒服 它現在是27萬元 即將飲料是39萬元 可以吃得到的 吃過白米的水的味道 也沒有很甜 這個感覺是 早上喝的話 對腸胃很舒服的感覺 所以 如果平常 早上吃東西 消化不好的人 可以試試看的感覺 아침的水 在沙灘變的味道 那種感覺 嗯 反應變得很好吃 其實完全不良的 為什麼吃肉鬆 材料都拌了 所以消化也很便宜 那這個的方式呢 肉鬆半盤 5.5分鐘 4分 意外完全的愛上了 然後這個一人醬的話 3.5 這不是我很喜歡的口味 但是 明天就太飽了 這種東西吃了 吃了 但是味道沒有那麼特別 走走走 下一個就是 這個 薑吐司跟 拿鐵 它是 30元 指定飲品的話 49元 這樣 我發現第一卡裡面 很多人推薦這個 薑吐司耶 這個好像有幾個口味 然後幾個人 推薦花生薑口味 這個也是本月 優惠的飲料 加大那就 早一開始 ske vie 卡格拉丁 類似的飲料 蛋 Nicolas along很喜歡的飲料 esa不是非常甜美快 我通常的飲料 因為每天 餐殺還能否很輕鬆 就不要編 今天的飲料 螢子 下一個 仁bread 賣賣 製成縫 就是 是 枳 Rider 有一个酱子 我会吃一样 我以为这个里面的酱料 是那种果酱 果汁那种 就是那个酱子 就是酱子 它是很香的 它是很香的 哇 咯 咯 这种酱子很香 这个有点像是韩国 有一种咖啡味道 冰淇淋 那个的味道 这个拿铁那个的味道 不会太过度 所以也不会泥 哇 美味 这个两个超级大配 真的 两个一起吃 那这个的分数呢 麻生长 吐司 4分 蛮不错的 真的可以试试看 因为我平常每天去便利商店 有见过这个商品 但是都觉得 便利商店的面包豆 不好吃吧 那个是我的错误的想法 然后这个咖啡 哇 这个也是 如果喜欢喝甜甜的咖啡 牛奶之类的话 真的可以试试看 好爽喔 下一个是 咚咚 疯狂起司跟奶茶 应该这两种组合 也是蛮经典的组合吧 很多人在网上说 这种 里面有加起司的 豆腐跟奶茶 答配 台湾就是奶茶的国家 是不是 所以台湾吃的时候 就在台湾吃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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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做法 就是这个 做法 每个是39元 然后 加饮料的话 59元 这个是 它里面有起司 所以 把它们放入吃 这个部分 现在一个就是 很适合的 嗯 很好吃 这些豆腐是 几两两 ne 中间是 克里面是 几三不是 鱼蛋是 这些是 CHEZA 这些豆腐 这些豆腐 比尼米 核酱 都好吃 我已经准备了 我以为这三种鸡汁的味道是很甜的 但是完全不甜 然后这个的话 三点五 茶香和菊汁 香味和菊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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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以为这三种鸡汁很甜 所以我会不会有点准备的 所以我会有点准备的 一种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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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个是烤饭和菊汁 鸡汁 这也是原来是 不同的饭饭 我还是不想吃的 我去的店银汁 所以我会不想吃的 一般是大迷的 一般是大迷的饭饭 这个是烤肉牛花口味 这个原本是三十五元 然後加飲料的話49元 沙灘裡進去的阿蒙滴牛油 台灣有很多什麼 辛龍果茶,辛龍果牛奶之類的 但是我真的沒看過那種東西 那這個的話也是要加熱吃 它們已經熟了但是太熱了 這個醬料先喝一口 很香 雖然是湯湯但是這個香味道很香 所以很香 真的超級好吃的 有點像是湯湯豆漿那種的感覺 這個韓國很香 這種東西吧 阿蒙滴ブリーズ 在韓國的水培養的阿蒙滴ブリーズ 那種感覺 那這個吃吃看 它是真的是烤飯糰 有燒烤的樣子喔 可是這個飯超好吃的耶 聚酒物的那種燒烤的味道耶 怎麼這樣 肉小小的 可能在下面吧 烤飯糰的分數呢 5.5分鐘 3.5 還有 超級的味道 這個味道的味道 非常完美 牛肉半湯 是有的 牛肉半湯 魚很不少 有的 其實羊肉粒大多 露米糰的分數 是最大多的 那這個 是餡料湯的牛奶呢 4.5 這是我的菜 這是我的菜 在韓國是在市場買的阿姆然後加上加點的 很多辣子 這是台灣的硬販 很美味 很美味 會不會喝的 好 下一個就是 四種其殖方塊包 跟 賣牛肉 這也是我在地卡上發現的一個組合 好像有一個人推薦 四種其殖方塊包 跟 煙賴全豆奶 但是 最近期間中的 全家優惠飲料項目中 没有包含豆浆或是豆奶之类的 大部分是乳酪或巧克力乳酪 所以我选了这个麦芽牛乳 因为35元的饮料处备是49元 而且这个是也要加热吃的哦 起司快 原来 里面还有起司 我以为上面的起司而已 这里面的起司是有点甜甜的味道 卡士尖的味道 就很香 我想吃上面的起司 我觉得里面的起司的味道比较明显 上面的是也不会鲜 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然后这个牛奶 这个真的是甜甜的 这两个组合也蛮不错的 这个时候 弹饪的味道吃得更好 麦芽牛肉 这个也是我来台湾之后才吃到 在香港的牛奶味道的种类就是 点味 草莓 香蕉 花米瓜之类的 我之前没喝过麦芽这种口味 我之前没喝过麦芽这种口味 哇 新鲜辣得太好吃了 这么说 一直吃得更多 那这个麵包的分数呢 5千万分钟 3分 我个人比较喜欢前面的那些东西 这个分量是很足够的感觉 但是 明明的味道 然后这个的话 4分 这个真的蛮不错的 而且是在韩国找不到的味道 我真的 韩国有为什么 这种味道有油的味道 不知道 好 今天再让试试看了 网上推荐的全家的早餐组合 那今天的第一名呢 食物的第一名呢 肉酸饭 意外真的很好吃 我们便利点吃一个 吃过的肉酸味香味 我只想当天晚上 真的简单吃得着 那我先来吃 温较应该是大家知道了吧 就是 这个 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喜欢 因为真的完全没有甜 所以如果大家也是没有时间 去早餐店買東西的時候 真的可以試試看便利商店的組合喔 那大家還有沒有推薦給我的朝上早餐組合呢? 有的話請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那我今天準備訂Fista這裡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有趣的話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一下喔 那我也記得來我的IG602 Avenue 可以看看我的日常生活照片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